哈喽 大家好 我是奥哥 大家平时的话听到三星手机最多的一个消息就是三星手机 哪款哪款又大降价 大跳水 谁买的三星手机一天又亏了多少千多少千 但是今天的话 肉哥跟大家说一个 就是这个三星的s21 Ultra 像上个月 国行的冲新12加256的市场拿货大概是6300 然后到这个月的冲旬 然后已经涨到了6400 然后到今天肉哥拿货已经涨到了6500 城市好了 可能要6600 这个手机的话在不断的涨价 大家可能觉得是这是一大奇稳 三星手机居然还可以涨价 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很奇葩的现象 对吧 预购哥了解到 因为他是那边港版全新的进货不来 然后这个机子的话需求量又比较大 为什么需求量大 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s21啊 包括s21加配置多多少少都有点缩水 唯独这个s21的话配置推料都是比较足的 所以选这个机子的客户就比较多 然后选的多 但是你市场货又少 所以这个机子只能在不断的涨价 然后我们现在结换的镜头给大家看一下这三款机子 肉哥今天刚拿回来的 你给大家看一下有两台银色 一台黑的 然后这两台银色的都是512的 现在512的已在涨价 512的现在拿后都要737350这样 有些的话成色更好 或者保救时间更长的话 已经涨到了7400 你看这个橙色 橙色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 像哥哥平时拿这个机的话都是拿这种中心橙色 有些时候的话实在挑不到好的 像这个的话 你看这个橙色 橙底的话还可以 但是这个手机的话 我们看呀 他就是这个下面这里有一点点小滑 但是没办法 因为这个机子现在整个市场货太缺了 你不要的话 人家马就马上要了 我们看一下 像那些有科并有啊 那人家都马上拿回去了 好了 这些的话就本期视频了 所有内容了 有喜欢三星手机的给予个点要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